今天媒體上有一個報導說 是是江蘇還是什麼樣的地方 有一個人一次染疫 就全程 全部 然後就他們的進步管理三天 就就這樣搞啊 可是二十大對他們來說太重要啊 他待不起任何家就一直這樣一直這樣 這樣子極端防疫這樣一直清零清零清到底啊 其實中國內部現在呈現一種很詭異的氛圍 就是官方一直認為動態清零是有必要的 但是民間是非常反彈的 那這部分又牽涉到周日可能二十大之後的變局 所以整個氣氛很奇怪 那官方的部分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人民日報官媒 他連續三天寫文章 他說動態清零非常重要 像最新的一篇他說躺平不可取 躺贏不可能 那這個作者呢他是舉了三個動態清零的理由 第一個理由他是講說因為 中共的人口他是中國的人口比較密集 大概百分之三十六的陸地住的百分之九十四人口 那農村地區 其實他也是都是聚落形態在生存 而且農村地區的 醫療的系統比較落後 所以一旦疫情爆發 他們其實是會非常恐怖 那目前Omicron的致死率 全球是零點七五 那他們他講說 現在中國就是因為控制很好 所以致死率只有零點三八 所以如果說萬一躺平的話呢 到時候十四億人口 乘以全球的這種平均致死率 其實是很恐怖的 所以就是要脫胎清零 第二個理由他是說呢 因為中國要發展自己的疫苗跟特效藥 那所以這個時間可能還要一到兩年 所以現在還是不能夠放鬆 第三個就是 得了以後的後遺症 藏新冠 或者是兒童得了新冠之後的後遺症 很恐怖啦 所以呢他就官方就一直跟大家講說 我們為什麼那麼嚴格為什麼那麼嚴格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所以呢就出現很多極端防疫的現象 像五個剛剛講那個江蘇省沛縣 因為一個人 核酸檢測異常喔 只是異常喔 還沒有確診喔 一百零三萬人直接動態清零管理 大家可以想像嗎 一個人呢 就全部管理了 那更還有另外一個地方很誇張 叫做鄭州高新區 跟廣州的花都區 他是怎樣呢 一天要塞核酸兩次 我們一般像現在我們到很多地方就是說你去 三天的那個陰性證明就可以 他是一天要兩次 這個簡直是太誇張 大家覺得不敢相信 那所以呢你現在做核酸呢 他是做完之後他是一個終點 他也是一個起點 你做完之後就準備接 接下來排隊下一次核酸了 然後中東的網友就很不爽喔 你現在是把驗孕棒當作避孕藥是不是 這個不是說做核酸可以治療新冠啦 所以這內部是很不滿的 那因為他們內部隊很不滿的所以呢 現在中共當然就開始要加強對網路的言論管制 特別是二十大 很多人在酸說習近平 你要連續 連任三界 那這簡直是習皇帝嘛 所以出現一個非常奇怪的狀況 中國的現在有一個影音的網站 叫做B站 叫做B站 Bilibili 那 他本來有一個 有一個術語啦 叫做他在片尾的時候會說 一鍵 記得一鍵三連喔 什麼叫一鍵三連 就是點贊投幣跟收藏 這其實就是一個我們平常常講的啦 比如說你到我的 YouTube 夜圓之圓之圓威 我們就會說 記得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他那個一鍵三連 就是這樣的一個 耳熟能香的吃喔 結果一鍵三連 居然被禁了耶 為什麼呢因為呢 人家會認為說在嘲諷 一鍵三連那個鍵是 本來是按鍵鍵 人家會說是不是貝哥哥那個鍵 一鍵三連啦 所以這個一鍵三連居然被禁 然後網友就很不爽啊 這樣子也要被禁喔 那以後是不是 足球裡面帽子戲法也要被禁 因為帽子戲法是連續禁三顆 然後中國題材 這我不知道他的玩法 他叫三串一啦 那保齡球如果說連續三次拳倒 火機是不是要被禁 不算 以後打棒球三正不能 一定要四個好球 所以很奇怪嘛 你對於這種網路言論控制 也反應在大家的不滿 也反應在現實生活當中 那最近昨天下午出現一個 很特殊的狀況 就是北京有一個四通橋 在在海定區 這四通橋在北三環那邊 是一個車水馬龍 非常密集的地方 那結果呢出現了 居然有人呢 掛了兩個白底紅字的布條 寫什麼 寫罷客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 哇這個職用的好好重喔 那這個事情大家認為非常的特殊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中國的網友在網路上 刷習近平 其實我們也蠻常看到 可是 很少人有具體的行動 而且是直接在北京天職 腳底下 直接幹這個事情 直接掛不掉 然後下面那個是說 不要核酸要吃飯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封城要自由 不要領袖要選票 哇這個講得非常的重 然後 因為車水馬龍 他怕他怕你沒看到 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 那個抗議者直接在橋上 燒輪胎 那燒輪胎會怎麼樣呢 會冒出濃濃的黑煙 很多人就會被那個濃煙吸引過去 然後就看到這個布條 那中國當局當然就是非常的 非常緊張嘛 馬龍就把這個人把他逮捕 而且去追查這個人到底是誰 結果那個人呢 那個叫做彭在周 那為什麼確定是他呢 因為呢他在這個行動之前 在他的微博上面有分享 罷免習近平的攻略 那其中攻略的有一項呢 就是在橋上掛布條 而且那布條標語呢 就跟他掛的那個一模一樣 那很多人就形容說 哇這個是不是 武昌起義的第一槍啊 就說大家會不會因為這樣的行動 激發更多不滿習近平的人呢 慢慢的上街頭 然後凝聚力量 那這個對中國二十大人 會不會是一個變數 我們到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OK 現在看起來的話 你剛剛講到 我們在提到說 包括 美中之間的科技戰 現在以蘭開打這些 有一個參考的指標 當然就是在俄烏戰爭之中 在俄烏戰爭的時候 包括美國你說北約 當然也有援助烏克蘭一些 但是主要 就是在美國身上 美國一片像這樣 不管海馬斯拉 或什麼 免費倡影 一直無限供應 對俄羅斯來講 這仗會打得這麼吃力 當然因為這些原因 但是大家最忌憚的 一直在講的 一副就是核彈的問題 因為俄羅斯 畢竟世界核武最大股 他有這麼多的核彈 就算是戰術核武 你管他叫什麼核武 他就是個核武啊 大家都會擔心這些東西 而且剛才 剛才居然講說 為什麼俄羅斯的科技實力 會受到抑制 從2014以後 所以連那個無人機 有人有人講說 無人機他要走 伊朗啊什麼地方來 結果在俄羅斯 發生了無人機的 第一次空戰嗎 就真的是 無人機碰無人機 未來戰場 真的會是像這樣 一些情形嗎 可是如果講到核武 那老美他們就講 包括美國有一些前官員講 如果普丁真的感動核武 對美國來說 沒有別的選擇 那就斬首了嗎 我覺得 就是 當然俄羅斯 最近也釋出有一個小鎮 大概盾內斯克的小鎮 被轟炸了300發的炮彈 那就算是非常多了嘛 然後基輔等等 那當然大家都在說 核戰的問題 因為普丁也不斷的在強調 包括連四個公投區都列為 土地如果被侵占 有可能動用核武的問題 那當然 之前我們就一直 美國的媒體就一直傳出 是所謂的斬首行頓 那就是前官的顧問 Paul頓也講得很清楚嘛 就是如果他動用武器的話 美國可能執行 斬首嘛 那歐盟呢 歐盟的外交官員 他在他們歐盟的對外事務部裡面 舉行的一個會議裡面 他也談到嘛 他說如果普丁對烏克蘭動用核武 他說普丁不是虛張聲勢 但是歐盟的成員國 包括美國北約也不是虛張聲勢 然後說 你動 你動核武 我們也會回應 但他強調的回應不是核 核子的回應 而是一個軍事上強而有力的回應 就說強到強大到俄羅斯的軍隊會徹底的 被摧毀 被毀滅 那意思就是這幾個歐盟啊包括北約美國啊會集體行動你敢動核武 我要把你整個俄羅斯的軍隊全部要把你消滅掉 一副你剛剛講的我沒有我就沒有辦法理解馬克宏到底腦子在想些什麼 因為媒體上面報導說馬克宏只有他是這樣表態是說為了避免發生全球大戰這種沒有辦法挽回的一些悲劇 所以如果俄羅斯就算動用核武 法國不會用核武回應 狹路相逢勇者勝 你怎麼會一開始就告訴人家我的談判底牌就是我賣 那你看著辦 好不好 我就是不會用 那你有跟沒有 有什麼差別 因為你擺明的告訴人家我不會用 那我就肆無忌憚的用啊 最近有一個數據 就是提供烏克蘭武器的 呃 重東國家的一個比例 那美國好像是 40佔47就提供所有外面提供給烏克蘭武器 那美國佔了47波蘭佔了 22德國佔了9 最低的是哪一個國家 就是法國 2% 2% 所以不過那個烏克蘭不是前一段時間有所謂的寫情書給那個法國 就是消遣法國嘛 希望他們不要這樣 所以法國在 武器提供跟回應上面馬克宏 是一個就等於說相對於其他支持烏克蘭他是很消極 他談到那個剛才談到的無人機的對抗 其實他是發生在盾內刺客的馬卡琳卡的上空 那這一次釋出來的影片 他特別談到他這個是他們提供給盾內刺客 烏克蘭在盾內刺客的空降旅的無人機 結果這兩架無人機呢 好就在空中狹路相逢 烏克蘭的跟俄羅斯的在空中相逢 結果影片是 基本上的 剛才看到那個影片基本上是烏克蘭的無人機的視角 所以拍到的是俄羅斯的就可以看到俄羅斯在那邊的無人機停在那邊以後突然發起挑釁 直接往那個烏克蘭的無人機衝撞 結果沒有想到的是 接下來的畫面我們是看到俄羅斯的無人機的螺旋槳 噴出去 整個墜毀 那可見 烏克蘭的視角沒有動 視角沒有動換言之他沒有受損吧 他拍到的視角是俄羅斯的飛機的螺旋槳掉了斷裂然後整個墜下去嗎 這場會不會是未來的無人機之間的空戰的第一場 一般的飛機空戰的第一場 因為飛機在以前一戰以前 只是拿來當偵察機用的 就只是偵察偵察 第一場空戰就是兩架飛機碰到以後 然後就拿手槍 那是歷史上第一次空戰 接下來這次會不會變成未來的無人機戰場上面 飛機飛的大概都是無人機 然後無人機之間的對桿 會不會出現像這樣 好 那戰爭畢竟殘酷了 OK 那怎麼樣能夠小你像戰爭這樣一些情形 那看起來包括美中之間的科技大戰 以然該打 未來又會怎麼樣一些發展